你起来 我有事吧你 贝贝 你干什么呀 你老公是不是蛾了我老公五十万呀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蛾呀 当然了 不叫蛾叫什么呀 说什么呢你 走 你放手 我总要把话说清楚吧 这是我们买房子的钱 你挣钱都不容易我都舍不得花呢 你供我还供不起你干吗供那么多人呀 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什么时候让他供了 好啊 那你们赶紧还呀 别太过分了 走 干什么 我没说完呢 来这是 你来得正好 老四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你别以为蛾峰娶了我你们全家全有钱了 不可能 你给我记住了 你说够了没有 这是我的事 走 那你怎么我没说完就是没说完 古风 算了啊 什么你这么喜啊 没事了 你看见了吧 什么有钱的女人哪 我算是看透了 狗屁 你干吗呀你啊 跟我姐说话说得那么难听 你不是从来都不弃脚钱 我们这儿走呢 再说了那钱本来就是我挣的 我想干吗就干吗 我告诉你 你最好别有这种想法 你最好别以为我们两个人在经济上是各自独立的 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可能吗 如果有一天 你把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 我也不管了 你当我是什么 我脑子净水了我 我告诉你吧 古风 你是我的丈夫 在财产上我们是共同的 我偏要管 你也太过分了 没钱买房子 带有钱控制那老四了 那我算什么呀 你说你算什么呀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这老四他生意失败 我把钱借给他 帮他周转一下 这兄弟之间相互帮衬有什么不对啊 什么生意失败呀 他就是看你 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以为会有花不完的钱 故意来讹你 都几次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谭姐妹我告诉你 你不要因为这点钱 弄得自己这么俗气 你烦死我了你 我还真要足了 看你家家人能不变俗才怪呢 不要搬出去 快 那我挣了钱买了房子 咱们就搬行了吧 等 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呀 我还不了解你呀 稍微挣一点钱 就把钱全都砸到公司 把你那公司装护得越来越漂亮 不就是为了男人的脸吗 要么 你就把钱全都 供给你那家人 做一个特孝顺的好儿子 好弟弟 那你把我当什么呀 你还有我吗 还有我这个老婆吗 我怎么没有你了 我就不明白我怎么没有你了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干嘛这么顶真啊 我等不了了 这事我来做主 我身手管我们家里人 要钱买房子 你爱住不住 就这么定了 我不住 不住拉倒 洗洗洗手擦把脸吧 端进来干什么呀 放那儿啊 我还不知道洗呀 你说你呀 你呀你呀 你说这么久了 人家第一次过来 说话难听就难听呗 那肯定会难听的嘛 你跟他顶什么呀 你就听着呗 真是 听着呗 说得那么容易 我听得下去吗 他那什么第一次啊 那就是 那就是来骂人的 哎呀 就感觉啊咱们儿子 是个大骗子 咱们全家都是骗子 把他们骗了 骗他们家钱了 骗他们女儿了 你说咱们沾他们什么了 谁要闪的混的 谁要往上贴的 谁主动的 到底要是 行行行 我把古风叫过来 你跟他说吧 行了行了 叫他干嘛呀 让他受罪去 他就那个命 我还真是巴不得 他把他们赶紧搅黄了 拆散了 我真是受够了 让他赶紧把女儿带走 妈 妈 妈 人家喊什么呀 把门关上 又怎么啦 韩金贝他太不像话了 居然跟我翻脸了 不就是那五十万吗 说我们讹他了 你说我们讹他什么了 那是古风的钱 是我弟弟的钱 叫你讹不会讹他呀 他以为他是谁呀他 说够了没有 怨谁呀 那不都你惹的事吗 都是你给你弟弟找的好事啊 提起这事我就火冒巴掌 要不能有这些烂事啊 你知道吗 他妈都骂上门来了 我这正生气呢 真 真的呀 他妈来了 行了行了 别说了啊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 现在咱们孙子还在他哥哥手里 要都要不回来 到底怎么办呢 韩老师 请坐 言敏啊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我太听说了 你扒了我们家亲戚这么大忙 我不还得好好谢谢你啊 这个小帅哥是你儿子啊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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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阿姨好好看看小帅哥 让阿姨好好看看 热不热戴着帽子 小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查理 小查理 太可爱了 不是说请你们全家人吃饭吗 你太太怎么还没来 她已经去世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这么说 这些年你都是一个人带着的 太不容易了 你呀 还真是个好父亲 行了 别夸我了 赶紧吃饭吧 阿姨您的菜啊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尝尝这个 吃饱了之后呀 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好 你来干什么呀 你先别喝了 我有事跟你说 我有耳的 你说 你说 有的 你行 请别痛啊 哎呀 什么事啊 这儿这儿这儿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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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 啊 我跟你说啊 小敏的爸爸 来找我了 还去我们公司了呢 我们呀 聊了一会儿 哪个爸啊 还能有谁呀 小敏的亲爸 秦建国 他 他找你干什么呀 他说 愿不愿意我拿出点钱来 跟他合伙开家具厂 他找你合伙 为什么呀 这 我也不知道 姐 他说的可是天花乱坠的 说喊赚钱呢 我就跟他说 我就是做印刷的 不懂这个 姐 你说 我跟不跟他一块干呀 当然不能跟他干 这混账东西 千万不能跟他干 哎哟姐 你骂人家干什么 人家哪点堵不住你了 行行行行 那都是过去的事 那是创伤 咱不提他 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不能跟他干 会不会 是他那破家具厂 倒闭了 缺钱花了 找你骗钱来了 我跟你说 你听我的 你千万不能跟他合作 吃完了没有啊 没有啊 给什么呀 你真要吃冰淇淋啊 这么冷的天 吃了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到肚子的知道吧 嗯 小米阿姨不给你买 爸爸也没有办法 那那你去救吧 那不行 你得好好求一求小米阿姨 小米阿姨不要吃冰淇淋 冰淇淋 爸 下班了 差点 出来玩了 嗯 冰淇淋 你也不介绍介绍 这是严敏 这是我父亲 叔叔好 你好 我老远就看见你们了 要不认识的话 还真以为你们是一家三口呢 你说什么呢 开个玩笑嘛 那你们聊吧 好 快点 跟爷爷先回家吧 好 爸爸再见 小米阿姨再见 再见 再见 你爸 你爸好像误会了 你不会建议吧 不会 其实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是我的继父 他姓秦 叫秦建国 是吗 那真看不出来 我怎么觉得 你们关系还挺好的 不像我 我妈后来二婚 我跟我继父的关系 就不怎么样 不过还好 他跟我妈离了 这么说是你造成的 什么呀 这怎么能赖我呢 是他们感情本来就不好 所以我现在对婚姻啊 还是挺恐惧的 不会吧 那你打算一辈子不嫁人啊 怎么 不行吗 要是碰不着合适的 那还不如不嫁呢 考虑一下我怎么样 怎么把你给吓的 韩老师 你开什么玩笑呢 走吧 来不着急吃 还有一个菜呢 好 赶快坐下来吃吧啊 哪天不是这样啊 不把你们伺候好了 我敢坐下吃吗 妈 够了 咱们家男伺候的人不在 没人挑剔的 够吃了就得了 我说姐 你说话能不能不阴阳怪气啊 你说给谁听啊 不会吧 你老婆就是难伺候 什么呢 说都不能说了 行了行了 枪杰什么呀 吃个饭 再难伺候都是自己找的 赶紧吃饭吃完饭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姐我跟你说啊 我不得五十万拿出来呢 是为了让你跟我姐夫好好过日子 减少点家庭暴力 你说金贝他有口无心的 说了那么两句 无所谓的嘛 老四 赶紧把钱凑给我还给人家 我多难听啊 你无所谓我还要脸呢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好了没有啊 成心不让人吃饭是不是啊 你干什么去啊 我钓鱼去 炒炒炒啊 怎么不炒了 你看你爸吃个饭都吃不消停 弄交情干什么呀 干什么钱赶紧还了 那金贝不就是那么一个人吗 他没脑子有口无心的 你们干嘛就那么伤心哪 哎呀妈行了 什么有脑子没脑子 我们在一起生活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就算他没脑子 他现在是不是我老婆呀 烦死我了 哎呀我说你 这今天跟我干什么呢这是啊 你要这样说话 我可就认真了 我还这样跟你说的说的 我说他没脑子那是亲的 他有脑子吗 干那些事有脑子吗 跟我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啊 你要这样我也不伺候了 都搬走 我们还图个清静呢 干什么呀这是 拿来啦 东西给你拿来啦 吃了 你吃了吗 哎呦我吃了你还没吃呢 嗯 我说我自己去买 你说你何必呢 怪麻烦来盘回去取什么劲的呀 哈 礼品这东西 不就是你送我我送你 送到过期为止 行了就他吧 省了你花钱再买了 哎 你说拎着他上老骨架 不就客气客气吗 嘿要是换了我 我送都不送凭什么呀 真是 行我就送他了 哎呀 这都是为我女儿 要不然打死我 我都不会去他们家呀 哎 小敏这辈子 是被老骨架的儿子给毁了 想想我就来气 恨的屁死他我 哎呦我的姐 行到时候我帮你行吧 姐 小敏还没回来啊 没看见嘛 真是跟韩老师去吃饭去了 我们家小敏呢 是得个机会 能不回家就不回家 在这个世界上 他最不愿意看的那是我 哎呀所以说 我能不主动带他去看他儿子吗 这趟一定要去 要不然他得更恨我了 姐 要我说 你不如去找找秦建国 他这么有钱 唠他一把 去买个房买个车 改善改善生活 这样你的心情也好点 姐 你还真想指望小敏 你还真想一辈子都砸在他身上 哎呦我的姐 你上外面去看看人家 健健的儿女都各忙各的 有几个靠得上的 到老了咱还得靠咱自己 还用你说我什么看不透啊 可是我能告诉秦建国 小敏是他女儿吗 我都多大岁数了 说出去那不叫人笑话呀 再说了 这事要让小敏知道了 那他得更恨我不可 打死都不能说 姐 要不然找个机会 我帮你说行吧 来 快进来 你们看谁回来了 我爸 回来了 小姑好 姐 拜拜 好 进去先把手洗干净啊 真是稀罕啊 终于回来了 想我们了 我是想万妈借钱买房子 可是你看她这态度 我什么态度啊 我能放你进来就不错了 还跟我借钱买房子 那是 我又不欠他们股价的 结婚五年了吧 咱们连一块糖都没吃过 养个女儿白养 我冤大头 是不是你婆婆让你来要的呀 不是这样子的 妈 小琴 咱们把口袋都勘紧点啊 要不然早晚让人家掏空了 肥了别人苦了自己 这就是她干的事 妈 妈 你甭生气啊 我饭给你饿了 不吃饭了 不用了 只要你们不气我呀 我喝口水都能活 管好自己吧 喂 哪位呀 亲家母啊 你可是难得打电话呀 什么事啊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 我们没有让她回去跟你们要钱 你搞清楚了再说 我告诉你 你今后不要像房贼一样的防着我们 我们家不稀罕你们家的钱 我们没有那么贱 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 我挂了 听见了吧 他们家打来的 他妈 你赶紧去吧 把你老婆接回来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 他就是太不着调了 你说他这么一弄 人家怎么看我们 不又得找茬啊 找上门来呀 到时候话说的难听 大家都不好看 妈 您别生气了 我对不起您 我知道这样的话 我 我就不结婚了 我一辈子我都不去 以外都陪着你 你现在说这些不觉得晚了吗 还有用吗 你说你真的过了什么日子 爸说 妈也别让你这么想 这人生在世啊 都不容易 哪有没有毛病 就说你当年要是跟了严明 这那个妈你也伺候不了 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现在这个韩金辈 你又是个继父 那可不是就 我跟你讲 归根结底这事 就出在你的傻瓜上了 你说你当年脑子乱了 进了水了 怎么突然间就闪了婚了呢 太草率了 那能好才怪呢 双方不了解 父母不知道 我们连见没见过 就结婚了 有这样的吗 那能不出事才怪呢 所以什么都别说了 你这就是自找的 他们那么现实的人 能肯付出吗 连我和你爸都不相信 你们能长久 他们能相信吗 人都是很现实的儿子 所以爸跟你说啊 没别的路 你们要想让别人相信你们 就是一条 自己做好了 证明给我们看 懂吗儿子 你懂吗